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之前三年前还记得塑化剂吧 当时大家都知道对男性的精虫会有影响 只是现在国内的第一个研究发表 发现原来对女性罹患乳癌也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离癌逝世的台湾女性乳癌排名第四 而乳癌发生率在过去26年间成长了5.4倍 国内最新一项医学研究发现 原来塑化剂也会导致女性罹患乳癌 三年前的塑化剂风暴 大家只知道会对男性精虫造成损害 不过中研院研究团队 从1991年开始追踪1万多位女性 之后从罹患乳癌的病例中对照发现 暴露塑化剂较多的女性 比起健康妇女离癌几率高了1.9倍 塑化剂暴露偏高的人 他有1.9倍的风险 就是说我们在塑化剂事件爆发以前 就开始受这些检体 所以他们的暴露可以是说 当塑化剂的问题还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些检体存留了 如果现在来做的话 可能大家的曝露量更低了 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结果 之前只有墨西哥对乳癌与塑化剂关系 做过类似研究 但台湾完整追踪20年 样本数也较为庞大 成为全球第一个最完整的研究 就选在健康高峰论坛发表 为了减少这个癌症的威胁 那么进来卫生福利部 我们积极投入癌症防治工作 我们把这个solution journalism 当成我们工作的一个项目 癌症连续32年都是国人死因之首 联合报夕和中研院一同举办健康论坛 就以癌症为主题 分别探讨癌症的预防 诊断和治疗 分享研究新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